變VBA 那變VBA還記得吧 VBA步驟就是 首先第一個 你把那個續著一拖拉過來 按Ctrl鍵 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把它改VBA 那我希望做什麼呢 跟上學期一樣 有點像把上學期 就是複習一下 就這邊的話呢 也許叫什麼 也許叫做 就是提取中文 然後到這邊 一個是清除啦 那上學期講 就是第一個 如何把這個公式 剛才我們用公式 把公式有沒有 放到這邊來 讓它全部輸出 一個是清除 那寫的方法還記得吧 這考試 講寫過 這我想是最基本的 這個VBA寫法 那寫的方法 一 首先第一個 開啟開發人員 二的話呢 在這邊 Video Basic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呢 再到我們的這個 專案這個地方 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有沒有 那模組裡面的話呢 自若太小吧 先放大一下好了 撰寫風格大概至少12好了 那就輸入一個名稱吧 也許叫什麼 提取 提取中文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先打一個 你直接插入 插入程序也可以啦 或者直接乾脆喔 其實比較簡單 我覺得乾脆打一個sup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它的那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提取中文好了 這樣按Enter就可以了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刮鬍跟EnterSup 你就把程式寫在這裡 另外還有個什麼清除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先寫清除 或者好像比較簡單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把資料丟到這邊來 那所以給它一個範圍 所以還記得 for i 等於 第幾列 第2列到第8列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呢就輸出到哪一列呢 輸出到Sales的I欄 I列的哪一欄的B欄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先雙引號一下 把這個打完了先複製 把這一串先複製到底下 這邊其實就清除 這個其實 寫完了這一堆就清除了 然後呢 差別是在這個地方 雙引號裡面放這個公式 所以要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就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要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放的方法我講過 大家要掌握兩個重點 第一個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用做 如果有的話 一個雙引號要變兩個雙引號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ok 第二個的話呢 列號 列號把它改成I 那改I的規則就是什麼 反正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兩個雙引號 然後兩個end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再加空白 所以呢 我們再來就做一次 把這個 這一串公式 複製一下 Ctrl C 按取消 再切回到這邊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因為裡面沒有雙引號 所以不用取代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這個把它改成I 你不能直接打個I 怎麼做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再加個I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這已經做了很多遍 只是說你們可能一個學期 經過寒假可能忘了 那這邊記得end前後要加空白 那做一個之後的話 就不用再做了 你可以把它複製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2有沒有 跟後面這個2 跟這個2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呢 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中間這一段複製 然後移到這個2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選取它 按右鍵貼上 在這裡也是一樣 貼上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亂亂看 比如清除看看 清掉了 這個 提舉 丟過去看要不OK 也有了 好 最後的話呢 就是 直接再把什麼 把這兩個sab 變成兩個按鈕 還有印象嗎 OK 上個學期 主要是考試 這個sab 加4sab 那加那個按鈕的話 基本上 就插入什麼 這個按鈕 然後先做一個嘛 然後就提取中文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就把它貼 貼上 那另外一個按鈕 如果要一樣大的話 其實拿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就可以 貼完之後呢 按右鍵再把它把它改成清除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OK 就大概這樣 所以sop都固定了 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再把剛剛的這一題 轉換成VBA 好 大概可以 這是最新的 大家都可以 在這邊 大家都可以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